大家好,歡迎收看11月13日星期五的天下新聞,我是楊素素 馬上帶來關注今日的《頭條新聞》 特朗普總統今天舉行大選後的第二場記者會 讚揚美國在疫苗方面獲得的成就 而主流媒體再報導 拜登拿下亞利桑那和喬治亞洲兩個州的選舉人投票 而兩人最終獲得的選舉人票 預估是306票對於232票 雖然特朗普陣營一再斥責 本屆總統大選充滿著舞弊的行為 但國統安全部和各州選舉官員12日發表聲明指出 本屆大選是美國史上最安全的選舉 而相關的觀察人士擔心國統安全局又有人因此而被解雇 之前除了對特朗普友好的福克斯新聞台和美聯社 搶先將拜登領先的亞利桑那州 貴入拜登找拿的戰果之外 其他經常被特朗普點名批評的主流媒體 都一直將該州列為懸疑微缺的州 但就在星期四 隨著亞利桑那州的計票接近尾聲 拜登仍然領先1萬1千票 原來小心謹慎的主流媒體 都認為特朗普沒有辦法翻盤 從而將亞利桑那州的11張選舉人票 算到了拜登的陣營 同樣也是拜登領先的喬治亞州 共和黨籍的州務卿拉芬斯伯格 日前決定在該州展開美國史上最龐大的人工覆核計票 重新計票今天剛剛開始 包括《紐約時報》和《Politico》等媒體 就稱拜登贏得了喬治亞州 媒體的理由是拜登在該州領先特朗普1萬4千票 領先幅度為0.3% 而該州的官員也樂觀認為人工計票結果 不會與之前的計票結果有太大的差別 這些媒體同時也報導 特朗普已領先拜登7萬3千票 確定拿下了北卡州 預計兩人的最終得票 將為306票對232票 剛剛好是4年前特朗普和希拉莉選票的相反 從上星期六媒體宣布拜登找 拿入主白宮所需的270票選舉人票以來 特朗普一直指控民主黨陣營在選舉中舞弊 盜取了他的勝利 並在關鍵州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法律戰 雖然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各種指控扭曲事實 但在支持特朗普的華人圈子內也頗受歡迎 不過國土安全部12日發聲明指 本屆大選是美國史上最安全的選舉 沒有證據顯示任何投票系統刪除、減少或寸改選票 以及任何舞弊的情形 該聲明由國土安全部下的選舉基礎設施政府協調委員會發出 由各州選務官員組成的全國州選舉主管協會、全國州務卿協會 和美國選舉協助委員會也加入了聲明簽署 在公布這份聲明之後 該委員會助理局長韋爾 以及負責處理國際事務的助理副部長伊德 也不約而同地在週四遞交了辭職信 當局局長克雷布斯估計自己很快也會被解職 與此同時 日前剛剛發生人事地震的國防部 週四又傳出庫務僚長羅斯也辭職了 成為國防部短短三天第四名辭職的高管 但在特朗普競選團隊所製造的大選營未結束的假象之外 很多美國的盟友已經向拜登的當選發出祝賀 甚至與拜登通話 儘管如此 國務卿蓬佩奧下個星期仍將訪問法國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 提醒這些盟友 美國現在只有一個總統 一個國務卿以及一個安全團隊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